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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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本书呢在过去呢翻译过很多次啊 但这一本的话呢 它的这个翻译的这个名字呢 叫做杜拉克谈高效能的五个习惯 它是由这个远流出版社所出版 它又有的以前的翻译叫有效的管理者 你看它出版的时间1966年啊 这距今已经有50年的这个时间 但是你看到它的这个观点是amazing啊 就是那么的新那么的深刻那么的有效啊 他是谁彼得杜拉克 他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管理学家 他大概一直到这个98岁的时候才过世 他自己本身呢不是一个管理专家 但他早期他事实上是一个经济学者出身 这是我最佩服他的部分 经济学但是能够把管理的理论 以前管理是没有理论的 但他自己本身不是一个企业经理人 却能够把管理的理论呢 划诸为啊就是说是很多的经典的作品 他有很多前瞻的思想 而且他的思考呢非常的宏观 他对很多问题的看法是一针见血 他的这个重要的理论呢 就是在这些年来这多的不可生熟啊 你可能不知道 那我只是讲几个 这个你们一般可能听过的 像有的时候大家讲就是management by objective 目标管理 这个是谁提出来的 这个是他所提出来的 另外呢 这几年最重要的一个叫做知识工作者 这知识工作者这个概念现在太重要了 以前呢我们大家都是劳力工作者 哇这个蓝领阶层工作的 这个类的这个钥匙 但是现在他在这个40年前就提出了 就是说是这个知识工作者 是一个很重要 就是你是以知识作为生产力 你要衡量一个人 不是说他要这个去除草 这个要去搬搬运什么东西 他才是一个有待工作 他是靠知识的赚钱 另外呢他所提到的这个顾客导向 也是现在非常重要的这个customer centric 我们以前的话就是东西生产出来 然后我们卖 现在的话呢大家觉得说客户需要什么 这是最新的思维 然后我们再来生产 所以现在的话不是B to C 是C to B 从customer到business 这个理论是谁提出来 是他提出来的 很多啊 美国中国台湾的这个CEO呢 都是彼得杜拉克的粉丝 包括上个世纪最伟大的经营管理者 美国技艺的前总裁这个Jack Welch 包括Intel的这个前创办人 这个安迪·格洛夫 包括微软的Bill Gates 还有这个联电的曹星成 这个他们都是他的粉丝 当然我也是一个超级铁粉 那他所在这本书里面呢 所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他提出了管理啊 事实上是实践 你不要跟我讲理论 管理就是你能不能够有这个结果 所以他说不在于知 而在于行 就是你不要什么的 一些废话一大堆讲大的理论 你到底有没有成效 所以行的话就是要去实践 那他讲知识员工必须不断的练习 他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就是管理呢不是天生的 没有说啊这个人是天生的 多么的厉害 而是你是透过不断的实习 不断的这个练习啊 所以知识的员工呢 透过反复的操练 成为一个有效的这个管理者 这给我很大的这个鼓励 我其实年轻的时候 我自己也不能认为 我自己会做作为一个好的管理者 但是我今天是还OK了 但是是透过了很多的这个 反复的这个操练 他所提出了是五个简单的习惯啊 这个也是呼应这本书啊 叫做高效能的五个习惯 第一个呢要了解你自己的时间 时间管理 我们在一个知识大爆炸的时代 时间是很重要的 第二个呢要结果导向 你没有结果 你在这边讲了啊 我很努力那没有用的 你的成果到底在哪里 那第三呢它是讲人 每一个人呢都有这个天生 我我才必有所我我用啊 这些事情是很重要的 然后呢 最重要的事情是很重要 然后你要做有效的决策 很多人做的这些事情是没有效的 那彼得杜达克他讲过很多啊 就是经验啊 就是说他提到了这个21世纪啊 人类最伟大的革命啊 这个他说不是这些什么技术 网络太空 而是知识员工啊 可以透过自我管理成为自己职业的执行长 我觉得这个太好了 这也是跟我现在所做的 所以为什么我今天要把这本书 拉出来跟大家分享 因为我自己成立一个智门啊 其实从头到尾呢 是透过我自己的知识啊 透过我的一个自我管理 然后呢我变成自己职业 我今天是智门的一个执行长 那我在今天里面 我不能说我很有效果 但是彼得杜达克给了我很大的这个启发啊 就是我们今天讲到就是说是 Effective跟Efficiency 这个概念就是他所提出来的 一个是有效果 一个是有效率 比如说我开开车开得很快 150公里是有有很有效率 但是呢你如果是要往高雄去 结果你去往基隆的方向 那你是没有效果的 所以效果效果 这个就是他所提出来的 所以他的本书的最重要的结论就是 管理者的工作必须要成效 我工作了那么多年 一而再再而三的 以这个来检视我自己 我所做的事情 是不是有效果 那另外一个呢 我要给大家 所有的人鼓励 就是每一个人 你都可以像我一样 我不是一个天生的管理者 但是你都可以学习 发挥高的效能 每一个人 我们透过不断的学习 在自门的平台上面 我们可以共同发挥 知识工作者的最大的成效 让我们一起来努力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